台义英级好手周定阳加入台湾队足球协会提供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台义英级足球好手周定阳听照8日返台取得拘留症后 随即搭机前往卡达与球队会合 于当地时间9日正式向台湾男足报道 对于加入台湾队周定阳感到非常兴奋 期待参与台湾男足训练 在14日亚洲北兹格赛击败土库曼 在各界人士大力奔走下 效力苏朝罗斯军队的周定阳如愿披上台湾队战袍 兴奋之情全写在脸上 期待这一刻很久了 来到这里卡达与球队会合的感觉很棒 很开心终于和大家见面 日前向所属苏朝罗斯军队告假 7日搭机抵达至移民署办理拘留症 在办妥所有手续之后 随即打击至卡达与台湾男足会合 依照国家队例行程序 周定阳于今日上午完成基础的体检程序 除了英时差关系感到有些疲惫 其余没有任何状况 周定阳期待参与台湾男足训练 在14日亚洲杯资格赛击败土库曼足球协会提供 为了回到台湾移民署办理拘留症 周定阳近72小时长时间都在飞机上 体能教练 John Phillips在晚间带着他前往球场进行动态热身 以及基础船接球训练 帮助他慢慢恢复比赛状态 也协助他调整时差 亚洲杯资格赛击库曼之战进入倒数 台湾 队在卡达胜两天时间可以训练 这将是周定阳首次与国家队练习 对此他表示 很开心今天和队友们见面 虽然有很多球员我都还不是很熟 不过只要站上球场 我们都是足球员 拥有共同的语言 期待与队友有很棒的互动 谈到加入代表台湾男足出战的感想 周定阳说 真的非常荣幸 也觉得非常荣耀 会竭尽所能努力表现 期待与队友一起击败土库曼 打进亚洲杯会内赛 帮助台湾足球重返荣耀 周定阳足球协会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